欢迎各位收看《财科暗战》 我是章涛 大家都很关心LUNA和UST的事情发展 几个小时前我看了创办人Dukun Twitter帐户说了一些应对的方案 以及里面引起了一些讨论 在这里我消化了之后也向大家交代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当然这条片出了之后又有在新的情况发展 但不要紧 整个局势来说 我觉得现在又开始明朗化了一点 在官方Twitter内容中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解释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因为在过去两天USD的沽压很大 有多大呢?是8B 但根据LUNA和Terra的销毁和铸铸机制 它要带回USD去一对一美元的水平 它是需要销毁USD的 而销毁USD的方式是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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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铸铸铸�铸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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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会脱了欧 目前它可以怎样做呢? 它就提出了一个议案 就是要改大它的block size 令它驻造LUNA的速度加快 而同时就会令到 销毁UST的速度加快 从而希望它带回UST去1比1的水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就说它当然正在泡水 希望有更大的投资者可以在后面支持它 第三点就是它还在想其他方法 我们来看看它第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令到它的销毁速度加快 我们要看它这个销毁机制 就是它要驻造LUNA 其实就会多了LUNA 然后它才可以销毁UST 问题来了 当你加快速度的时候 即是说你也加快了LUNA的驻造速度 即是说会多了LUNA供应 大家都明白了 供应多价钱就下降了 所以对于LUNA的价钱压力 其实会更加大 那我们看看LUNA现在的价钱是怎样 在最差的时候 大概在四五个小时前 晚上的七八点钟左右 当时LUNA的价钱最低到六毫 上个月我们在说$100 其后我估计在当时有一群人 趁低吸纳做一个短炒 很快曾经有数到$7 在我拍片的时候是$2 即是说它还未加快 它铸造速度或者是销毁速度的时候 价钱压力已经这么大 那到时会怎样呢? 你再生多些LUNA出来 去救UST 还有没有意义呢? 那一刻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去泡水 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东西 钱一定是会流向 有更加多钱稳的地方 风险更加低 回报更加大的地方 在我昨天那段影片里 我也有说到 其实好像我们1998年 索罗斯冲击东南亚的货币 或者香港联系汇率的时候 你要有更加多的资金 打败大鱷 而这个更加多资金不是说 一百对一百零一元 这样的比例 而是你要以倍数 去多过你的对手才行 但是这次的情况又怎样呢? 如果你是投资者 你是有钱的人 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银河包 去帮一个胜算比较少的一边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除非投资者 是看到有一个巨大的回报 高风险高回报的情况之下 都可能会拨得过 好了 它拨得过的情况之下 请问你拿回什么回报给投资者呢? 其实正常来说 你给它回LUNA 但是如果LUNA 增加了供应 压力这么大的时候 你给一些价值低的LUNA 给投资者 意义又有多大呢? 我希望 可能你有更加多的有息支持 可以提供你们的见解 我当然希望它能够搞定 我主观的愿望很希望它可以打赢这场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件很创新 很够去中心化 去对抗 所谓叫对抗 现在我们现有金融体制 稳定币的方法 但是当然 一个新的方法 在我第一段影片也说过 它需要受到考验 而如果这个考验是大到一个位 其实是一招将它击破 所有东西归零 除了大家会蚀钱之外 其实还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其他的稳定币 大家都会逐渐收到信心 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 其他的算法稳定币 譬如Near 譬如其他在酝酿 本来说要出几个 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立即打退堂股 再此外就是 USD 我们反复说了很多次 这个连锁效应之下 会不会再有更大的影响 去到其他的平台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是 比较担心的地方 因此现在有一帮人出来 开始取笑他 我都说了你不行了 幸好我没买 或者我走得快 你看我买了哪个 现在跌幅相对比较少 诸如此类的声音 现在是有的 甚至乎很多 但是大家真的要留意 如果你能玩加密货币 唇望似渴 市场只是针对它 然后Luna USD死了 然后大家就继续歌舞升评 会不会这样呢? 故事的发展通常都不是这样 正如我上一段影片这样说 USDT是另一个可能会爆的炸弹 D-bar我很害怕 因为大家想想 Luna 或者Terra 其实是在哪里的? 其实是Cosmo的一份子 亦有很多DeFi里面 也有 USD Luna 的一些配合在 到时候 Luna的爆破 或者USD的爆破 会不会这个连锁反应 很快就会去到其他 这些DeFi平台呢? 很多朋友 尤其是大的资金 他不会就这样 很少钱的 去形成利益平台 那些是大钱 当你的大钱里面 有杠杆有借贷的情况之后 他就会用8个盖盖10个包 到时候爆起来的时候 威力可能是 比我们想象大 另一点 我看完他这个Twitter之后 我比较有感触的地方就是 任何的战争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战争 任何的战争 我们都要讲究什么? 冰桂神速 做事快 第二 事以物成 不要洩漏你的机密 闪门静静地 想好你的策略 背后先做了 不是先说了 但是 在今次 所谓去中心化的 布局里面 他要raise proposal 要社群赞成 要有讨论 死了 你的对家 就真是冰桂神速 事以物成 但是 对于Terra来说 他又要讨论 又要有民主程序 又要有透明度 在牌面上 你已经输了 同样的做法 其实在区块链上 尤其是PoS system的共识系统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这些民主制度下的好处 在太平盛势里面 比较容易见到 但是我们遇到一个 这么大的挑战 这么大的crisis 的情况之下 又有没有一些 很信念坚定的领袖 就是不要管 我现在先做了 是不是做到呢 好像又做不到 这一点 也是大家在参与 这个加密货币游戏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地方 讲到好像很差 讲多些 先吓吓你们 因为我这一两天收到很多短讯 都问我是不是现在是时候 去捞底 趁低反弹 例如如果早几个小时前 有人6毫升到Luna 可能他已经赚了10倍 我不会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我也不希望大家可以相信 你有这个能力 因为这个太高技术的操作 输钱的机会是大很多的 我们能玩这个游戏 当然 我们有个心理准备 今次 起码我自己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我的USD和Luna 将会归零 我日先write off 在mental accounting 让自己舒服些 然后 我都不放弃 这个加密货币的游戏 那我怎样呢 最后我都是那两个 就是 BTC和ETH 分段买入 不要借钱 不要做杠杆 这个始终都是黄道 你问我 现在我对整个 去中心化的设计 整个加密货币系统 是否更有信心呢 我仍然很坚定地告诉大家 一定是 只是一件那么新的事 十二三年的历史 现在我们受到这个挑战 其实是正常的 但还要留意 就是有人会打落水狗 譬如监管机构 立刻说 我们保障投资者 有人欠大钱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立刻立法 做些事去规管一下呢 这些很正义的旗次 就会有人拉出来 一定会有很多人附和 到时候又会不会牵连到 其他的project 这一点亦都需要大家去注意 好了 说得比较散乱 大家不要介意 都是希望 及时告诉大家 现在事件的进展是怎样的 我主观愿望 我很希望 USD可以捱过这一关 因为他的胜利 不仅仅是他自己 而是一众投资者的信念 如果这个信念在这个时候 受到一个 这样的冲击 而被瓦解的话 相信 其实没有人 会因此受益 包括现在锁售的人 因为这个所谓的对价 就算在这里 他可以赚到一笔 请问他是不是 完全离开 今天的货币市场 还是 他其实拍了比特币 如果你拍了比特币之后 其实连锁反映之下 其实大家都会输的 看看输多少 好了 如果这件事有更新的发展 或者还有其他的看法 我会第一时间 跟大家分享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